恭请莲齿海会佛菩萨垂眼法座下 也感恩我们的助持阿弥陀佛 亲自光放大光明 我们感恩我们的亲教师 南无本师释迦摩宁佛 我们在发迹从我们的大脑里面远近 从眼睛来下手 最近的是如何从眼观比比关心 原来我们的灵魂透过腹筋母学 让我们六万年来不断的在做生命的作用 反作用力 所以我们身为佛的弟子 还是过去跟佛有缘的 还是撒纳曾经听过他说法的 原来我们的眼睛 我们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相没有去破除 我们还存留在昨天晚上以前 所以会有所谓的眼睛里面有演绎 有花空中花水中月 原来是我们过去生着象太久远了 所以在我们的眼睛的重重无尽的视网膜 还有我们眼睛里面的脉络膜 还有我们的眼睛里面 因为我们的脚膜无法平衡 造成我们里面黄斑的区 进入到我们的眼睛 再影响到耳朵 所以我们透过白镜 生活管理科学 里面有提到如何透过我的意图 我们的意图 一大早透过成心黎明 要打开之前 我们将打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我们用意图来打开 我们会将我们的手心 透过喜乐接引光提 所以我们会用很喜悦的哈哈大笑 从我们的大轮 在神经丛里面 所以这个大轮是怎么 在我们的白镜佛门课颂本当中 一百二十一页 大势智力生 身专注念佛法门 所以这个大的这个能量 就是我们的肚脐 所以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脑中叶这个地方 刚好就在眼睛中央这一块 在上两一点五寸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直 所以呢 如指一母 以一世尊 世尊就是我们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最尊贵的 直下即蒙恩 我们每一个当下 我们在练佛 我们就开启 在启动我们一大早呢 哈哈大笑 在我们的肚脐 在我们的命门 我们就起中最大的穴位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称呼的 整个太阳宠 所以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眼睛要先搓热 眼睛按摩完之后 快速再敲 原来这就是要当下我们的手部 手部有热 有热 这个热就是我们要蒙我们的大穴 就是肚脐产生共振 所以这就是大自菩萨 大四自菩萨就是在阿弥陀佛的右边这位 代表的就是它是共振 六种震动 所以我们会自然的因为感恩 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就是边搓眼睛 边按摩我们的脸 边扣持 边按摩耳朵 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舍身 因心果绝两相气 立刻还本还原 所以我们就是达到都色六根了 所以我们愿意将这样子的一大早 陶醉在子亦母 母亦子 整个合一的能量 就从我们自身的弹中 所以眼睛的灵魂之窗 如此的重要是要透过所有的方便法门 打开我们自身里面 无边无际的地水火风 一句都能够透过无量光无量寿 回到生命的源头白净长极光 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自信 所流露出来的自然流了 所以他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我们今日懂得透过日常生活 将阿弥陀佛应用在我们的起居 我们的过去 无法明摆到这么维系的 灵魂之窗眼睛的概念 是因为我们用这个眼 耳贼 鼻贼 舌贼 意念的贼 这六贼就是在佛经里面 就是透过他投射出来的根 成 式 十八戒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主线在轮回的意识 我们透过一大早起来 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哈哈大笑 直接入我们的最大穴就是太阳虫 就是我们的肚脐 这代表生生不醒 我们透过在按摩眼睛的时候 启动无量光无量寿 让我们刹那出生出来的小孩子 代表的都是一个纯净的大能量 所以六根六成 式至菩萨 得无将 府必弥陀 坐持行 原来大师至菩萨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他的共振就是要来 翻到一二二 旧苦 直同观自在 岛西不亦 普贤亡 代表的我们每一个当下 你是如此的自由自在 所以你的眼睛就明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里面的就叫做祖先也好 或者是环境荷蒙也好 还是我们身体里面所造成的毒素的 心灵毒的自由基跟乳酸 所以我们透过在按摩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股热能 热能就可以透过物理化学变化 成为分解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明亮起来之后 放下过去种种的一切恩恩怨怨 所以这里的脉络宠的基因 当下就回到无量光无量寿了 所以它就叫做实践者普贤 普及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有智慧了 所以修因偏用根成事 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因是来自于我们无知无明 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一大早起来 我就是透过我的眼耳鼻舍身性 一我启动大势至言通 就是念佛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我就能够源通正一切因止住了 我就关照我每一个当下这个果实 所以叫舍念佛人归净土 使恩永结莫能忘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无边光赤身 大势至菩萨感恩 感恩所有的一切表法代表是我们如何心量宽大 发大心 让我们的眼耳鼻舍身意 都不是在芝麻绿豆蒜皮的小事之中 因为这些的芝麻绿豆蒜皮 造成我们轮回太久了 所以这一刻这是唤醒我们本剧组的无量光 无量寿都是圆妥妥的 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舍身 透过我们在戳眼睛戳鼻子 戳耳朵 扣持按摩 意念都在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的当中 这是我们佛说的咒目经 还有佛说的色大圣论 是代表就是我们每一个当下 其实就是要让三藏十二部经典在我们自身里面 所以我们身为华夏文明的台湾最感恩是 全世界有透过扫墓真正的明白的 就只有在台湾这一个这么温馨 这么样子细腻 我们会去除草原来去扫墓的时候 再次的大众在踏青 在大自然的当中将凡杂乱的心再次的 一根一根拔除的时候 我们就是念佛 所以我们去那边是大家再次的共聚 一年来了 我们是否能够学习我们的祖先的主德 学习祖先给我们的是如此的圆满教化 这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基因 感恩佛的垂帘 感恩清教师 虽然才短短的2566年 但是他的背后创造无边无际 从发现之后 自己最后八千多次 一次在印度正式成为一个 所谓的希达多太子 在成就佛陀 所以佛陀在无始节来的都叫做佛陀 我们简称就是一个觉悟的 所以他能够在三界清除之后 来自于如辱不动了 所以我们感恩 感恩我们的老师特别推荐了弥勒 就是未来的国度 弥陀弥勒 代表都是一个清静的内外的合一 所以我们要达到内外合一 就是遍及到无边无际的虚空 无量光无量寿 只要我们懂得内震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的命在自身了 所以一切都是一个表法 随闻入贯 每一步经典都是要让我们分秒不空过 步步踏实过 此步就是每一步都能够向经书进入到自身 成为一个真正的无量光无量寿的肉体 所有的法在人间展现 所有的法在人间的念头 所有的法都在自身的细胞里面 展现出人妥妥的无恶无别 一心一意入无量光无量寿 十戒念佛回到我们的母缘 在单轮的声音就只有阿弥陀佛 西阿弥陀佛 西阿弥陀佛 西南无陀阿弥陀佛 我们启动大志士 在我们的肚脐里面 这个菩萨就会积极了 你的信念宽大了 你的单轮心脏宽大了 你的思维意念宽大了 所以我们今日感恩 感恩佛如此的透过积水的智慧 脑积水当中 让我们产生重重无尽的开创十项世界 创造新天新地 新的文明 新的智慧 新的佛果 三宝降临人间 感恩台东 太玛丽地道曙光 永明佛事 有所有佛陀的七众弟子如来 以及线上的所有的白净旅行者 背后万幸万灵 以及我们的华夏祖先 感恩你们 是给我们就是以孝道的心 这是一个圆满的美德 我们更感恩十方法界众生 了解到我们不离不弃的 透过何谓痛苦 因为痛苦就像烫手三意 像我们的杯子的水太烫了 我愿意放下了 放下了之后 原来这叫粉身碎骨 将我的意念我放下了 我理解了 这一刻就进入到 无量光 无量寿 感恩 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让我们 再创生命的奇迹 同生开口 希望所有的祖先跟着奇迹 跟着十念 放光 雪山 平立 同生开口 放光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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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神 圣神 圣神妙法 广恨大愿不处 圣剑如来极光 圆起信空极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切圆满 具足 我们感恩 创造十项世界 再次的回到西方 离开幻象 启动 愿消山障 猪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罪障 心消除 世世常行 菩萨道 愿生西方 尽土中 九品莲花 为父母 花开见佛 物无声 不退菩萨 为伴驴 清明节 超把祖先 献上法会 大圆满 感恩 佛光 佳皮 南蒙 阿弥陀佛 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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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